现在关于mRNA新冠疫苗 问题发现越来越多 但另外一方面 现在诺贝尔那边准备 将医学的诺贝尔奖颁发给 制造mRNA疫苗的科学家 两个科学家赢了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诺贝尔奖是周一 因发现使得mRNA的疫苗有效 無論如何,mRNA的技術來製造一些所謂的疫苗 而這個疫苗很明顯對人的身體是好還是壞 根據他所說,是用來應對 是用來採取最大的危險 以目前來說 很明顯我們有其他解決辦法 例如中國採取封城隔離措施 病毒被隔離後不可以再傳染,自然會消滅 但西方一直做不到這件事 新冠病毒已經導致幾百萬人喪生 只是美國也過百萬 而用mRNA 現在的後遺症陸陸陸陸陸陸出來 而我們也知道mRNA的所謂的vaccine 並不能阻止病毒的傳播 當時有個名字叫breakthrough 不是有信 也會搜得中 有些案例是即使病毒感染到 現在諾貝爾獎 準備頒給 發明mRNA的科家 我想諾貝爾獎 越來越不值得 大家關心